低头一看桌角竟然疑似长蘑菇 监插家中物品更是不得了 锅铲 外套 眼影盘 名牌包 统统发霉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就连美国队长也败给中国广州的天气 从白天下到晚上 打开天气预报一排都是雨 广州雨神太爱工作 根据统计从四月十七号到六月七号 整整五十二天内只有七天没下雨 偶尔太阳早上出来赏脸 一眨眼又消失 不止广州整个广东都湿度破表 一位广东网友突然在客厅闻到一股草莓味 找了半天才发现是茶几旁边的炮筒片 自己吸潮沸腾了 屋外下雨天 屋内回南天 里外都是水 不止东西 人也跟着发霉 我广东人来的 是啊 不过梅到变了粒菇而已 医师表示大多数患者都有在密闭空间 旧房子或是发霉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 真菌因此侵入体内 虽然他平时看不到 摸不到 但实际上他隐身在这个空气当中 无处不在 微博上抱怨声不断 广州潮男潮女就快受不了 却又迎来坏消息 这雨起码还会继续下到22号 太阳公公大罢工 不只身边物品 广州人心里也快要发美 下期新闻六追雨报道